一星期,終於回到HM周報 這星期,有變形金剛,終於公佈新系列,Legacy 其次第2項,有環古戰技,終於再次出現 繼WFC War for Cybertran 系列,其實還有後續作 將Generation Line延續下去,就是Legacy 有拍子達,大家等了很久,火棒居然會拿著劍,還有TFP的Arcy 看回狂派那邊,居然有Jax Jeep,迪士龍,也就是有Manusor的合體 《鞋子堡》的直播節目當中,當然不會公佈項目名,和將Poster這麼簡單 還有一系列的新產品,是關於Legacy 第一款就有Leader Class G2 Laser Prime,我們會叫它G2 Apartment 引用了元祖版本,加回現代的美學,還有一些可動性 成就了現在這個Legacy版本的G2 Prime 當然少不了它的油罐 這次這個G2 Prime,就不會像頭領那樣有三片 真的直接拖著一個變機地的油罐 以及一個由車變機器人的G2 Apartment 至於為何會出現TFP的Arcy,我實在無從稽巧 你可以當它有Doctor Strange,亂搞些時間,這樣也行 不過來到這一刻,我們暫時未有一切資料公佈 唯一可以肯定的,它似乎鞋子堡這間公司 所以想將所有過往出的系列,來一個大集會,翻新 再推出這個產品 如果有動畫做一個連動的話,可以說是非常吸引 Deluxe Class Drags Jeep Dix-Long 我們香港人叫做Dix-Long 這款其實是衝鋒派其中一個角色 它可以變成一輛F1跑車,亦都可以成為Manusor的右手 透過直播的變段,我們看到這個Dix-Long 背後分別有不同的孔孔 依我推斷,有些孔孔因為不是屬於一些可以放武器 或者裝配件的地方 絕對很大機會相信這些孔孔是安插在Manusor的主體之上 讀讀G1版本,朋友們一定會知道Manusor的合體形態 那對手有幾個形象分別 有斷車,或是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 甚至乎是車連拳頭一隻直手 根據剛才Jax Jeep後面的孔孔 我相信它合體之後的形態會跟這個差不多 好了,這類型的Lagacy系列 都是明年,2020年推出的產品 那現在我們就看Jax Jeep 迪士郎跑車模式 有玩開變形金剛錯誤的朋友都十分討厭昆蟲牌 為什麼呢 因為官方在每一個系列只會出兩隻 每款兩隻 明明它是有三隻 但是終於在對上系列終於出齊三隻 誰知它來到 Legacy 系列又將它翻新再出過 今次是完全開發的新帽 你並不要以為它是 Power of the Primes 高陣的帽子 今次是完全全新的 大家也知道 S-Case 實際上會比較高騷騷瘦瘦瘦 但是為了統一比例 當然還有官方考慮到的成本 無論 Size, Swipe 又或者著士的體型比例都有所改變 而去到 S-Case 煞車也難逃這個騙運 亦都要將體型按扁了少許 按矮了少許 但是看下 又不錯 根據官方公佈 這隻 Bughead 它的版本就叫 Transformers Prime 的版本 只不過有看過 TFP 版本的朋友 一定會知道 Bughead 時哪是這樣的樣子 來到這裡整個軍車 即是十足十米 Kobe 歌一隻 Humm 獵犬一樣 沒錯, TFP 當初的 Bughead 就是以下的樣子 是一輛類似越野車 變形時雙手亦十分之長 下半身都非常短 上下半身幾乎一比一的比例 如果將它們放進 Generation 9 整體的比例和風格就不太合適 所以推斷官方將它們 TFP 還有以下這個 TFA 版本 TFA 版本是一個軍車 那就符合 Legacy 版本 將它們兩者遊合 然後再重新開發一個新版本 當然去到故事那裡 可能又說到不知有什麼力量 將不同時間線的 Bughead 混合在一起 以下就是 Legacy 所有的 Box Package 大哥, 你之前玩梯形都算了 現在還要玩到六角形 喜歡草盒的朋友怎麼搞呢 老實說, 我覺得今次的 Box Arc 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次 但是, 亦都是有史以來最難儲 最難為玩家的一次 鞋子寶 你在玩什麼 對於我來說, 就沒有影響 因為我一買, 就立刻拆盒 立刻入袋, 立刻拿回家 那要坐盒的朋友, 留下這位 有這個被 Unicorn 獨角獸或星弟 Scan 圖中的 麥加登 變成膠罰牆的透紫色形態 那隻色真的很棒 加上那些白色的菌邊位 將整個動畫 大電影裡面被人改造的感覺 全都出來了 中愛格威龍的朋友 這次就真的不要錯過了 因為當下一次官方再去 Reboot 真的不知道多少十年之後 而且這個帽子的設計也相當不錯 因為它附帶的配件也是相當有意思 例如那些小的變形金剛 還有在大電影當中出現這隻垃圾星人的飛船 螺旋形, 直擊星弟的眼中衝進去 再展開一場大戰 接下來就是 Takara Tomi MPG Shulky 這個作品可以說 由最初公佈至今 引起了一個極大的壞題回響 最新公佈就是這個背脊相 其實這次我想引用一些官套和官式設定 讓大家了解這次的MPG Shulky 是非常忠於沿著的設定產品 或者有很多不少朋友 已經忘記了G1當時卡通的Shulky 其實它真的有背包在後面 而它後面的一大塊板 亦做到像英雄式的披風的風格一樣 明白的, 平面去立體, 2D 去到實物 當越複雜的時候 期望越大, 失望亦都可能會越大 這次我覺得官方亦都做得不錯 唯一我自己都覺得有救病 就是雙腳後面那個位 可能會小腿做厚一點 那就可能會更加英俊了 幻古戰技冰箱巨人 最近推出了, 你們有買了嗎? 官方公佈了它的新規甲和合體模式 給大家看實物圖 一邊白狼, 一邊黑狼 之後還有一個重規甲, 合出新度 變成一個巨大版本的冰箱巨人 而最近已經發佈和不少店舖已經開始開訂了 就是這個, 好像城堡模式的一套配件 它可以提供給你自由配搭 上左下右前後 無論你想做到一個圍城模式, 或者是一個城牆模式 玩到好像魔界一樣 人魔大戰, 你都做得到 而當中的配件武器 包括有機關槍, 探射燈, 油桶, 甚至乎啤酒 都一應俱全 無論它們在上面戲戲, 或者很認真地作戰對抗外敵 所有東西你都可以發揮得到 你都可以創作得到 喜歡玩場景, 就不要錯過幻古戰的這一套 有科幻, 亦都玩古代風格的一套作品 雖然新進廠商, 但他們就很有心機 而且他們的熱誠非常之高 短時間之內, 推出了這麼多產品 亦都顯得出他們對產品非常之有信心 剛剛那星期, 分別做了一些Review 分別有這個變形金剛 Wall for Cybertron 這個Wave 4 然後還有Diacon 新的動力服, 自敬第一代 之後還有這個, 玩完Diacon 人仔 試鎖車車 多謝你收看HM周報 以及支持Hopimizer 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讚好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有機會 好到 Auch